歡迎回來 細心新聞 現場的新聞 繼續來看的是 在這個當地區有一位市民 它在海底是來捏到一隻大隻的島 比平常的島大六七倍 這隻大島最好是變成特定的蟑螂 在平常過的民眾都表示 一般人可能都認為 這大隻的島每一塊硬 但是其實並不一定 在當地當地區的市民不順便 等到中小姐出來捏魚 它先到外海搭鎖在黑麵順序 雖然在鹽海捕捏到一隻超大的蟑螂 讓它捏這隻一間 很久有便當來的小蟑螂用八十塊大 它已經很久沒捏到這麼大的蟑螂 而這隻超大的蟑螂 每隔兩大斤 換算起來是三十二斤 很久比另外一隻小蟑螂三斤 正正等了十塊 這隻大蟑螂 如果早到市場來賣 這隻可以賣相三千塊 但它不敢賣 就在處理煮起來 準備讓鹽鹿大大享受一番 這個蟑螂有很多吃蟑螂 這種蟑螂有很多吃蟑螂 這種蟑螂有很多吃蟑螂有很多 吃蟑螂有很多吃蟑螂有很多 這種蟑螂有很多 普通的蟑螂有很多 用小蟑螂有很多 這種大蟑螂有很多 哇 好啊 這是什麼蟑螂不用買的 每顆是用蟑螂的 這隻大蟑螂有很多 抓起來的 還可以到這麼大的螃蟑螂 由於剛才海上抓到十分的新鮮 不用用什麼調味料 直接用燻水湯十多分鐘 就可以放入土 小孩和大人做的品種 品質鮮味 烤肉才會搭配 一般民眾會認為野生螃蟹 大的 尤其是大隻的 肉質會比較粗 其實它不會 非常的細緻 非常好吃 非常甜美 這種叫做大蟑螂 這種在海底 生中六年以上 聽說凡是抓到大蟑螂 未來一年 將會帶來好運 以臉保留的蟑螂會 會緩緩不絕 先新聞傳來成當酒香 蔡鳳報道